封存大厂细品公布了5月份营收 不仅冲破了70亿元大关 还连续两个月创下历史新高 也显示出半导体的景气需求强劲 预估今年第二季的营收会介于201到209亿元之间 科技新品启发智慧手持装置 成为今年IT产业最大亮点 受到手机平板PC订单需求强劲 细品5月营收7.22亿元 约增8.8%改写历史新高 展望6月虽然会有客户祭底库存调整压力 但预估第二季营收应该可以振稳70亿元大关 高阶金源的制造及封测的需求将会快速的成长 5月营收充新高 董事长林文博认为 今年智慧手机和平板出货成长率将维持两位数以上 尤其下半年4G换机潮将在两岸同时引爆 高阶晶片制程和封测需求会更强 目前产能已经呈现供不应求 随着生产力的提升 以同打线规模的扩大 将使得本公司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另外在易经电视部分 由于解析度提升到4K2K 渴望持续支撑未来两到三年半导体景气成长 藉由提高市占 矽品喊出两年内 营收规模能超越全球第二大艾克尔 林松重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